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瑞杰将在2月18日在国会发表2020年财政预算案声明 财政部早上发文告说 电视和电台将现场直播王瑞杰发表的财政预算案声明 公众也可以到官方网站观看直播视频 公众也能在1月10日之前通过不同的管道针对预算案课题提出看法